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ath学院推出的 Android的高级UI空间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Android中的NinePatch图片 为了说明NinePatch图片的作用 我们先通过一个示例程序来看一下 假如没有NinePatch图片 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 假如没有NinePatch图片 好我们先写一个Android的Project 新建一个Android的ApplicationProject Application的Name就取为NinePatch PaxName取为com.medsedu.activity 最小的SDK版本选择4.0.3 另外一个两个都选择Android的5.0 主题Hololite Next 把Application添加在Mathedu这个WorkingSets里面 Next Next 创建一个Empty的Activity Finish 我们改成LinearyArt 我们改成LinearyArt 宽度改成RapContent 里面包含一个Button 给Button设置一个背景 背景图片 我已经给大家做好了 把它考过来 新建一个Droid文件夹吧 AtDroid文件夹 Test1 由于这个背景图片它是96乘48的 所以我们就把宽度就设为96 高度就设为48 它的背景不是SRC Background 我们运行下这个Application 好运行效果如该画面所示 接下来我们再新建一个Button LinearyArt的方向 我们设定为Vertical 我们把这个Button的 第二个Button的宽度改成240 高度改成120 保存 我们再运行下这个程序 运行结果如这个画面所示 大家看到了 第二个Button的背景 因为我们把Button的宽度和高度 设得比第一个Button要大 所以它的背景图片会因为放大 而进行拉伸 从而产生失真的现象 大家很明显的可以看到 第二个Button的背景图片 要比第一个Button的背景图片 要模糊很多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一个图片作为背景时 因为放大而拉伸 从而产生失真的现象 为了解决这个现象 Android的系统引入了NinePath图片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NinePath的解决思路 NinePath的解决思路和要点 NinePath图片 它把整个图片分成了九个区域 并且这九个区域呢 可以分成三类 大家看到的这个图片的运行效果 为了解释NinePath图片呢 其实我已经将这个图片分成了九个区域 每个区域分别标记为区域 一个阿拉伯数字进行了编号 这九个区域呢 又分成三类 每类都用不同的颜色进行区分 其中四个角是一类 那中间它是一类 其他的四个区域 2468又是一类 那么NinePath图片 它为什么要分成九个区域 为什么要分成三类呢 接下来通过示例程序 大家会对此有比较深入的认识 这里大家先可以把它放一下 即便你不理解也没关系 那通过NinePath图片呢 分成这九个区域 我就可以指定 有的区域它是可以伸缩的 有的区域不可伸缩 这样不可伸缩的区域 就不会产生失真的现象 那么如何制作一个NinePath图片 来实现我们刚刚提到的解决思路呢 安卓的系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 叫Draw NinePath 专门用来绘制NinePath图片 这个工具位于SDK目录下面的TOS文件夹里面 SDK目录 TOS目录 有一个Draw NinePath这样一个工具 当然如果你之前配置了环境变量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输入这个命令 把Draw NinePath这个工具打开 我们把刚刚那个图片拖过来 拖进来 好 这就是这个工具的使用界面 对于这个图片 很明显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的周围多了一圈 一个像素宽的这样一个边缘 整个边缘都是这一个像素宽的一些像素额外的像素 如果我想指定区域5就是粉色的部分是可伸出区域 我就可以这样操作 我在这个部分 我点击鼠标左键 这样就会变成黑色的 也就是说把这个区域5的上面的对应的部分 点成黑色 并且把区域5的左边的部分 也点成黑色 这样两部分黑色是不是就有一个相交的区域 正好相交在区域5 通过下面的这个show patches 我们把对勾打上 大家也可以看到 正好两部分 它给你把这个相交的区域显示出来了 在绘制这个黑色区域的时候 黑色边缘的时候 如果你绘制错了 你就可以按住shift的键进行对像素的擦除 比如说这个地方 我觉得会有点长了 那我可以按住shift的键 把这个黑色的再取消一部分 当然我们还是在把它涂黑 这样我们指定了区域5是可伸出区域 接下来把这个图片进行保存 我们仍然是保存在下的这个目录下取名为test2保存 大家可以看到 我保存的这个test2图片 它的扩展名变成了9.PNJ 也就是说它的扩展名发生了变化 Android的系统是以专有的一个扩展名来标识NiPad图片的 制作好了NiPad图片之后 我们在程序里面再定一个button来使用一下 为了使这几个button有一个间隔 我都指定一个button之间指定一个间距吧 这个button的background指定为test2 然后我们把test2拷费过来 运行 大家看运行结果 虽然我指定了区域5是可拉伸区域 但是区域2,4,6,8都进行了拉伸 只有区域1,3,7,9没有任何的改变 区域2,4,6,8之所以也进行了拉伸 是因为在水平方向上 水平方向上 当区域5进行拉伸时 区域4和区域6 它要保持在水平方向上的宽度 因此 区域2和区域8 也随之进行了拉伸 在竖直方向上 区域2和区域8 要保持它的高度 因此 区域4和区域6 也随之进行了拉伸 这是指定区域5为可拉伸区域时的效果 前面提到了整个图片分成三类 这三类分别用三种不同的颜色进行标识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指定绿色区域和黄色区域为可拉伸区域的话 那么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当然我们要首先制作相应的line patch图片 line patch 我们再把test1拖进来 我们先制作一张指定区域1为可伸缩区域的图片 我不小心把左边整个都涂黑了 所以我按住council键 只需要把不需要的黑色擦除掉 当然我指定区域7也是可以的 这里我指定区域7吧 左边指定好了 接下来指定上面 同样我把不需要的擦除掉 这样我再把这个show patches勾中 那这边显示了 的确可相交的区域正是区域7 我们保存 我们保存 区名test3 我们再建一个button 背景指定区域3 背景指为test3 把生成的test3拷贝进来 运行 运行 大家看 当区域7 当区域7进行拉伸时 区域1489也随之进行了拉伸 而区域2356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 区域1489之所以也随之进行了拉伸了 是因为在水平方向上 区域8和区域9为了保持它的宽度不变 从而区域1和4的宽度随着区域7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数值方向上 区域1和区域4为了保持高度不变 因此区域7的高度发生变化时 区域8和区域9的高度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这是我们指定绿色区域为可拉伸区域时的一个运行效果 接下来我们指定黄色的区域为可拉伸区域 同样我们先制定NiPad图片 把Test1拖进来 这次我们选择区域2 为可拉伸区域 空中的区域 然后爆穿,TESTA4,在代码中新建一个Button,TESTA4,把TESTA4拷贝进来。 运行,大家看运行结果,这个地方由于屏幕的高度不够高,所以我就再修改一下布局文件,把它放在一个screwview里面。 这段代码我就不亲自敲了,把之前的一个视力程序的代码拷贝过来,把这个面面空间去掉,后面再加上。 水平的screwview和screwview,我们再运行一下这个程序,把这行删掉,这行也删掉了。 我再运行一下。 大家看运行结果,我向上拖。 大家看最后一张图,我指定区域2是可拉伸区域,那么区域1,3,5,8都随之进行了拉伸,而区域4,6,7,9没有发生变化。 那么为什么拉伸的道理跟上面两张图都是类似的? 那这里我们就不再说了。 刚才我们指定可伸缩区域时,都是指定一个区域是可伸缩的。 我们还可以指定多个可伸缩区域。 这里我们就不给大家举例来展示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头自己试一下。 前面是指定了可伸缩区域。 我们通过Draw9patch这个工具, 在绘制的9patch图片中还可以指定内容区域。 在指定可伸缩区域时,我们是通过在上面,上边缘和左边缘, 进行绘制黑色的线。 那么指定内容区域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右边缘和下边缘绘制黑色的线。 它们相交的区域就是内容区域。 那么什么是内容区域呢? 当我们把一个图片作为某些空间的背景图片时, 默认情况下,这个空间上的设置的文本是显示在整个空间上的。 如果我们指定了内容区域,比如说我们把区5作为这个9patch图片的内容区域, 并且把这张图片作为某个button的背景图片。 那么当我在这个button上设置文本的时候,这个文本就只能显示在区5。 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一个简单的示例来看一下这个情况。 好,我在布局里面再添加一个button。 背景图片就是一个普通的pin图片,而不是9patch图片。 button上面设置一个文本。 这个文本呢,我们首先要在strength.atma里面指定一下。 比如叫内容文本,我们指定它为多行文本,换行,再换行。 然后指定。 为什么不提示呢? 内容文本。 接下来运行。 大家看运行结果,默认情况下,button的文本是显示在整个图片上的。 如果对于一个9patch图片而言,我设置了可伸缩区域,而没有设置内容区域。 也就是说,在制作9patch图片的时候,我没有在右边缘和下边缘进行画黑线,而只是通过在上边缘和左边缘进行画的黑线。 只指定了伸缩区域,而没有指定内容区域的话,我们看一下是什么效果。 我们在布局文件中再建一个button。 。 background的我们随便指定一个前面指定了,只指定了可伸缩区域的一个9patch图片,就指定为那test2吧。 Test2,我们看看,test2的话是指定了区域。 比如说这样指定之后,我们看看什么效果。 大家看运行结果。 这个文本只显示在了区域。 与上面的图片相对比的话,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文本在整个图片中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 这样我们再换一个区域,再新建一个button。 把它改成test3的话,就显示在区域7。 我们换成test3,再运行。 看看整个文本是不是只显示在区域7。 大家看运行结果,是不是整个文本只显示在区域7啊。 也就是说,对于内容区域的话,如果我们不指定,它默认是可伸缩区域。 当然我们也可以指定内容区域。 这里我们就再新建一个nipad图片,把它的内容区域指定上,看看是不是仍然是显示在区域7。 我们新建一个nipad图片。 或者说我们把之前的test3指定了区域7,我们就直接打开,打开之前修改过的,打开之前生成的test3。 这个test3呢,我们只指定了可伸缩区域。 我们接下来再指定内容区域。 画的太多了。 然后按住save的键,把没用的删除掉。 这样我们就指定了内容区域。 然后保存。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test3,它不仅指定了可伸缩区域。 还指定了内容区域。 我们把这个改成test5吧。 拷贝到目录下面。 然后再新建一个button。 指定。 指定背景是test5。 我们再运行。 看看是不是仍然显示在区域7。 大家看运行结果。 是不是跟最下面这张图片跟上面一样,仍然是显示在区域7啊。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指定可伸缩区域和指定内容区域解释清楚了。 不管是指定可伸缩区域,还是指定内容区域。 我们看一下前面我们生成的nipad图片这几张。 是不是在它的周围都包含一些一个像素宽的这样一些黑色的像素点。 这是它们共同的特点。 此外,所有nipad图片的扩展名都是.9.png。 大家还要注意的一点是,在同一个目录下不能包含同名的.png图片。 也就是说,如果在一个drible目录下有一个叫abc.png的图片, 那么就不能再包含一个叫abc.9.png的nipad图片。 此外,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个nipad的要点。 第一个是为了解决多分辨率的问题, 安卓的系统大量使用了nipad图片。 以安卓的4.2.2的原码为例, 我们是把整个安卓的系统的原码都下载下来了。 我们进到它的frameworks,base,call,is,is这个目录下。 我们看一下。 大家看,安卓的系统大量使用了nipad图片, 为了解决屏幕多分辨率的问题。 第二个要点是, 从apk文件解压后得到的nipad图片, 默认将额外的边界像素去掉了。 在使用时,要重新进行添加。 好,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节课再见。